新闻事业民小偷这天在民宅里偷东西 他还不慌不忙在这个里面洗个澡 结果刚好屋主回家撞捡 屋主就拿扫把要去打他 这个嫌犯呢拿铁锹防卫 双方都受了伤 那么检察官呢依这个准强盗罪起诉了这个小偷 但是法官说呢双方的伤势是势均力敌 所以呢他以比较轻的行动 窃盗罪来判刑 而这个判决立刻引发了争议 嫌犯抢劫把女屋主打得头破血流 依照法条以强盗罪 被移送法办 这是之前案例 可是但是有个嫌犯 创进这一栋民宅三楼脱东西 还在屋内洗脚被屋主撞见 双方大打出手 但嫌犯却不是以强盗罪被判刑 检察官依据法条内容认为 嫌犯窃盗罪为了脱罪 对被害人施暴 依照强盗罪起诉 但法官却以叫轻的窃盗罪判刑 两年五个月 法官考量当时妇人也拦了一只扫把 把嫌犯打到受伤 因此认定两人势均力敌 但像这样的铁窍又重又有尖端处 要怎么跟扫把势均力敌 因为法官考量嫌犯拇指撕裂伤 两夫妻擦伤 但一个拿铁窍 一个拿扫把 两夫妻擦伤的情况来看 嫌犯只想脱逃 没有害两人受重伤 因此没有准强盗犯益 为了防护账务或脱免逮捕 然后在当场没有施以暴力 这种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不会构成准强盗罪 准强盗罪可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窃盗刑度是在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差别很大 法官已伤势状况 认为两人势均力敌 但铁窍和扫把 怎么看都看得出来 哪个比较危险 这样的判决 恐怕让被害人无法接受 周旋侯正伦维宣 新北市报道